外星人第一次进攻地球 没什么经验 居然以为猪是地球的主宰 变身绿色猪猪 却被警长摁倒在地抓进警局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超级巴迪》 嘿 大家好 我叫球球 对 你没看错 我有超能力 这事儿吧 还得从一个安静的早上说起 这是我的主人小胖 今天是他的生日 为了庆祝 爷爷给他办了个寻宝派对 要说找东西 谁能比过我们狗狗呢 我和小伙伴轻松地找到了个洞 看这闪着的光肯定就是宝藏了 没想到刚把土刨开 里面飞出了五个发光的圈 直接套在了我们五个的脖子上 小胖生日 我们还能收到礼物 要说人类是真贴心 结果到了第二天 事情就开始有点奇怪了 我只是想偷吃个香肠 没想到冰箱门被我耗下来了 小伙伴们那边也是 有身体能变长的 跟吃了恶魔果实似的 还有能悬浮飘在空中的 还有能隐身 明明在我眼前却又消失不见 还有能瞬间移动的 这难道就是上天的旨意吗 让我们去拯救世界吗 那必须顺应天意呀 我们组了一支超级狗狗英雄队 英雄肯定要执行任务的 我们救下过困在树上的小猫咪 虽然推倒树的时候不小心砸坏了警车 也抓到过抢劫糖果店的劫匪 虽然把店里搞得一团糟 但行侠仗义的感觉真好 不过英雄也有失手的时候 就昨天有家失火了 一个小女孩被困在里面 我们又一次挺身而出 没想到把自己也困在里面了 好在关键时刻 一只大狗冲进来救了我们 它是船长 我在漫画里见过他 主人是个漫画迷 他最喜欢的漫画就是 《五位少年与船长狗》 讲的是一个外星人变成一只狗来到地球 阻止坏人大头统治宇宙的故事 船长可是我的偶像啊 我还冒着星星眼崇拜的时候 船长告诉我 漫画里都是真的 原来他来到地球后 为了方便行动就变成了一只狗 还遇到了他的主人杰克 杰克了解了他的情况后 帮助他一起寻找圣碑 还把他的故事画成了漫画 这简直太酷了 为了迎战大头 船长带我们开始特训 只要超能力用的好 打败大头不在话下 不过要说大头也是不怎么聪明 来了地球 居然以为猪是这里的主宰 就附身到猪上面了 驾照也没有 还敢开车上路 这波出了车祸 当场被警长抓获 五花大榜的送进橘子里 不过也算他没有奔到家 反应过来 警长的身体更好用 就和他交换了身体 准备就去开打 船长不愧是偶像 第一个冲得上去 可他现在没有超能力了 鸡蛋碰不过石头 几个回合下来 他就被垫倒在地 不能怂 地球的和平要靠我们守护 好在进行了特训 打头的电机不仅没用 还反弹把自己垫出好远 想用兵器 看我们把你钉在墙上 可没想到的是 他竟然还留了一手 他在外太空引来一颗巨大的陨石 想彻底毁灭地球 无奈之下 我们只好便交给了大头 希望他能放过地球 他拿了圣环 洋洋得意的就要去统治宇宙 警长的身体也用不着了 他便回原本的样子 开着飞船走了 可还没飞出太阳系 圣环就开始融化了 那其实是小胖之前收集的玩具 开车不能分心 开飞船也是 他没反应过来 一下撞上了自己搞来的陨石 大头下线了 可船长也受了重伤 好在小胖想起来 五个圣环能开启治愈之力 我们合力治好了船长 圣环找回来了 大头也被打败了 船长的任务成功结束 他便回了外星人和外星公主 一起回家了 宇宙又恢复了和平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得到了圣环 会选择哪种超能力呢 虎将选择瞬间移动 这样以后上班上学都不会迟到了 我是虎将 喜欢的话别忘了点播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